悟空问答中有一个问题,我们能感知到来自2400年的未来科技吗?还是说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魔法般的存在?实际上,这个命题是让我们来设想一下400年后人类文明会到达一个什么层次,有哪些构选的科学变化? 400年对人类来说,是一个不算产业不算短的时间,如果按地球生命来说,只不过是一眨眼的功夫,如果按人类发展史来说,从人到人已经有上百万甚至数百万年的时间了,但从人类有记载的历史来看才几千年,从人类进步科学发展史来看才几百年,而且近一百年尤其发展迅速,对中国来说,近30年的发展简直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。 所以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来看,400年将发生飞跃性的变化,当然人类文明还处于很低水平,在过去我的文章中已经多次说过,现在主流科学界认可的宇宙文明有五个等级,人类发展还没有达到第一层次的等级,就是具备完全控制和利用地球资源能源的能力,所以我们还不能越当自大,还需达成和平发展的共识,其心协力共同进步,基于目前科学智力的火星计划, 比灵星计划,大脑计划,基因研究,人工智能等方面的研究及其趋势,那么在这四百年,时空通讯的设想并期盼人类将努力达到以下发展水平,控制战争和环境外化,解决自身发展带来的破坏危机,消除和战斗威胁,建成全球适合人类发展的良性生态圈,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,并力争达到能够预警防范地外灾害的能力, 人类已经基本达到了对地球资源和能源的全面控制和利用,人脑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,人机结合人工智能实现了常态化,基因工程已经解决了人类食物和病痛的问题,长寿已经成了常态, 最重要的是人的自我意识和记忆已经实现了可储存可移植,使人的精神得到永生,为人类文明层次的升级换代垫并了基础,航空航天已经突破速度瓶颈,建造了首艘虚速引擎飞船,在已经无人探测比铃星的基础上,开始在人星际考察,火星已经进行了数代移民,正在开始启动开放式绿色生态圈改造计划,月球已经成为人类航天基地, 所有的地外航天气都在那里启航,是人类平民地外旅行的中转站,金星水星平民化旅行已经成为常态,在地球生活中,大部分常规性工作基本实现了机械人操作,人类的主要工作是顶层设计和开发性研究,娱乐已经是人类的主要生活和锻炼模式,全真虚拟设施应不各处,人们在里面可以体验到和真实场景一样的各种体验,包括视觉,触觉,味觉,听觉,嗅觉, 感觉几乎与真实没什么区别,所以人们常常迷失在里面,分布清虚拟和现实,这已成为顶层设计大佬们最头疼的事情,他们正在想方设法解决这个问题,并加大现实运动,仙界旅行,雅俗艺术的宣传力度和吸引力,甚至不惜制造了大量的帅哥亮女一对一前往社工,以求从虚拟公司把人拉回到现实中,但受效甚微, 由此,全球智能分析系统得出一个结论,虚拟堕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腐败,把人类从虚拟中解救出来,成了人类顶层设计者们最大的课题,顶级头脑们已经设计了数十种方案,最终结果如何? 时空通讯拭目以待,哈哈,你觉得这是魔法般的存在吗?